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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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黑白了 到底造成禿頭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常聽到雄性禿 對於男性朋友來講 雄性禿可能就是一個 遺傳性的問題 但女性朋友也有禿頭的問題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改善這個問題呢 我們今天來請教一下三位專家 歡迎三位專家 禿頭真的是很多人心目當中的 一個痛 或者陰影 尤其對於男性朋友來說 如果頭髮比較稀少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好像老了好幾歲 然後你又覺得 好像你的形象會有所改變 到底禿頭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以男生來說 最常見的掉頭髮原因 最重要就是 就是雄性禿 就是遺傳體質造成的 所以家裡如果 不管是爸爸那邊或媽媽那邊 就是你的爸爸 叔叔 舅舅 任何人有這樣子雄性禿的體質 你都有可能遺傳到 那機會是最大的 最常見的就像女孩子懷孕 懷孕生產 對 你生產完 就懷孕期的時候 它都一直維持在生長期 你就會覺得懷孕期 你頭髮好多好亂 可是當你生產完以後 荷爾蒙回到正常 頭髮很多都同時 進入你的休止期 就會開始大量掉頭髮 大量掉髮 看每個人掉的速度 有的從三 搶後大概兩三個月 一直掉到半年都有 會掉到非常嚴重都有 可是這個是生理性的 就是說它不是生病 不是有問題 但這種生理性 它是掉了之後 它也會再長新的 對 就是即使你都不管它 只要你作息正常 慢慢慢慢都會長回來 OK 好 我們剛剛提到雄性禿 雄性禿是只有男生才會雄性禿 還是女生也會雄性禿 女生也會 很多人聽到雄性禿 以為就是男性才會 對 其實它是因為它跟雄性荷爾蒙有關係 那所以男生女生都會有雄性禿 只是它表現的方法不太一樣 如果男生的話大概就是 一般最常見兩大類 一類是低中海型 然後一類是從髮線開始往後退 高上去 那女生的雄性禿 比較難察覺 因為它是全面性的變稀疏 就是整個慢慢就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少這樣子 沒有 可是至少不會說一塊特別亮這樣子 是 OK 好 那就中醫來看呢 髮為雪之魚 是 不過這是真的 因為頭髮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它雖然是皮膚的一個 附屬的一個器官 但是它通常都是 你的身體 你的五臟六腑 乾脆皮肺腎 這些要用夠的 你的血用夠 你才會長到你的頭髮上去 有一種叫多囊性的 那種軟巢的病人 你就發現它就越近不來 可是頭髮漸漸稀疏 然後你就看到它的髮際線 就很明顯的 人家是膨起來的 然後髮性看得不清楚 它是越來越明顯 甚至你在百蕙穴這個附近 就看到它是整個什麼 就是白白的一片 都是看到頭皮 可是它的毛長到哪裡去了 長到它的手上 腳上 所以它的腳上就很多毛 你就發現這個是就開始出現 它不是真正的那個 就是不來越界 而且真的是有這種男性荷膜 太高的症狀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屬於在這個 所以它調身體 不能只往生著頭上去抹藥 或幹什麼 就這個部分 這些的病人有個特徵 他們除了唸書很緊張之外 比如說剛好在考研究所 他們唸書的時間很長 而且都熬夜 所以呢熬夜 所以有時候會合併 所以說禿頭這個部分 或者是說有這種 我們在稀疏的頭髮之外 它會合併著鼻子過敏 所以它這個東西 也就是我們叫做廢氣 這個方面就比較虛疏一點 之外就是背氣也比較不足 所以頭髮跟那個 跟我們的氣勢有關係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在治它的頭髮的時候 也順便往 治鼻子 鼻子給它一起治 我們會有 比如說中間會有一些液氣聰明湯 就讓它這個氣 往這個頭皮上面 稍微做一點 灌溉一點 從這個地方上去 也會打通它這個地方 有沒有說的鼻翹的部分 可是到後面 如果是後面那種 像蘇貞昌那種電燈泡 對啊 或者許姓梁這種的 對 因為我們要看看 觀察 我們會走上去看它的 因為有的病人做到看一下 它的頭皮毛孔毛狼是不是還在 那個毛狼不在的 我們也是回天法術的 毛囊不在的 它可以用指法去找出來嗎 已經可以了 其實不是找出來 所謂指法就是把頭髮種過去 可是它沒有毛囊還可以種 連那個毛囊一起種 種新的毛囊過去 神奇 因為是種過去 所以說實話不能種別人的 你只能種自己 要不然會排斥 所以要把自己的頭皮跟毛囊 來種過去 所以最常見的其實這樣 就是從後面這邊 因為大部分 我的熊細度就是掉前面跟上面 這邊空了 可是後面很多 所以把它多的拿一條 我們通常要剪一小條下來 然後把底下那個傷口封起來 然後那一條條把它分成一株一株 所以那個很需要眼力 然後那個常常做到 所以通常這個是在皮膚科進行 還是說整形外科進行 都有 有些皮膚科門診也有在做 有些整形外科有在做都有 像擦秧一樣 對 然後在這邊打很多小洞 擦四到六個小時的秧 不錯 慢慢 對 慢慢做 會有那種一個洞一個洞的 那種樣子嗎 沒有 皮膚好就看不到 我看過一個就是 他才…其實他才26歲 他說他花了大概有個 我看看 好像50萬左右 去把後面的 因為他前面這邊就開始有點 是 其實我看到還有毛囊 可是他可能很在乎 然後一直要求 那就醫生後來就把他 後面這一排的牙 這個不是牙齒 頭髮 就把它直到這個上面來 看起來還滿自然的 他沒有 他沒有剝給我看 我還看不清楚 後來看真的 我說直得不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直過來的 然後再稍微掉 所以他非常的緊張 所以直了之後還會掉 但是他不是是下面的毛囊嗎 好 我們種過來的那個 只要他成功存活了 就不會掉 可是問題是 好 比如說我前面補回來 本來掉前面這一塊 前面補回來了 後面這支是本來的毛囊 所以如果沒有繼續維持治療的話 它從後面這邊開始掉 到中間會空一條出來 所以前面直的 它自己的毛囊不會掉 因為那個地方毛囊 是後面的毛囊不會掉 可是中間你原來的自己的毛囊 還是有可能是你的雄性圖的 階段慢慢變嚴重 所以台灣到底有掉法禿頭 困擾的人大概有多少 其實從平均來講的話 20 從25歲到44歲吧 大部分就是說男性的 雄性禿 以男生來講的話 大概已經超過45%左右了 對 但是這裡面有45萬人 可是裡面有大概8萬人 都不願意自己去接受 像這樣的正規治療 然後都先去找了 用一些偏方 然後真的沒有辦法 一方面是不是 執法也比較貴 執法一方面比較貴一點 要算根的一株幾百塊這樣子 它算多少 那有什麼偏方 有 因為我碰到的就是說 擦生薑是最多的 對 像我爸爸他是地中海的禿頭 他其實他在不到30… 我記得好像跟我講37歲 不到40歲的時候 他這邊只剩下這邊的頭髮 其他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真的還厲害 所以我很害怕 你們剛才講遺傳的時候 我多害怕 因為我媽也開始做西書了 所以 可是我爸爸每天擦明星花露水 也沒看到有任何的效果 對 擁有維持那三根 他說老婆 你今天洗頭要怎麼分 中分 旁分 還是怎麼分 這樣至少比較香 擦花露水 我在門診的時候看過一個病人 他就過來就是 他根本還沒有進來 在後面後診間等的時候 就是整個我們整個人都是味道 大蒜 對 好多人 就是各種刺激的東西都會有人用 他擦那種蒜頭筋還什麼的 就是味道很濃的 然後進來以後讓我們看 他就是要看頭皮 整個頭上全部都擦 對 然後還有人你知道嗎 味道好可怕 童子尿 很怪吧 竟然有人說擦童子尿頭髮也會長出來 然後或者是擦紅酒也會長出來 可是事實上我看他們擦的人 都沒有找出來 那是真的都沒有效嗎 因為流傳了這麼久 就是流傳 所以就是沒有效 因為曾經有一個建車司機 他就是拿那個 每天拿明星花露水跟生薑在擦 你知道嗎 擦到後來 它越掉越多 不得已只好趕快去找醫師 來做執法 對 因為他很年輕 然後他以前我還碰到一個 很好玩 一個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可是他很早就禿頭了 禿頭的部分 然後人家大家都以為 他是主治醫師 你看有沒有這樣 主治醫師才 對 他看起來就比 他的私利 他看起來就比別人老很多 而且我們女生 在擦偶的時候有幾個條件 尤其是禿頭是有一個條件 因為有些女生 不喜歡看到男生禿頭 對 因為感覺好像戴出去 好像比較老 對 可是人家說 十個禿子 九個腹對不對 對不起 我們還是不要禿頭 比較好 瑞琳剛才說 那個情況我就遇過 是 我們那時候有 在大醫院的時候 都要帶實習醫師 實習醫生就是 一學期七年級的學生而已 然後他就已經掉得 就我說剛才 絕頂聰明 整個很乾淨 然後他坐我旁邊要學習 結果病人進來以後 就轉身就看著他 一直問 直接坐在他前面 對 他就轉身 完全不看我 坐在旁邊 然後那個實習醫生 因為他什麼都不懂 病人問他就很慌一點 然後再看過來 然後再跟別人解釋 對 就很有趣 而且詹醫師都不會老耶 奇怪 對啊 對啊 你是不是差不多大學 就差不多長這樣子了 所以我也曾經很害怕 掉頭髮過 我們即使不管皮膚維持得多好 萬一頭髮掉了 因為我媽媽那邊 他們家族裡面 是有掉頭髮的遺傳體質的 所以我從小就很擔心 會不會遺傳到這樣子 不過到現在沒有掉 應該是 不會 應該不分 其實要掉是不是 大概在幾歲掉 就表示你有雄性吐 雄性吐是因為 荷爾蒙的代謝引起的 所以是荷爾蒙的因素 引起你掉頭髮 同時引起你頭皮變油 可是不是說因為油才掉頭髮 對 所以你要解決 即使你把油的部分控制得很好 根本